我那時候 我朋友幫我剪這支影片的時候 他跟我說你要小心你會哭 我剛剛想說我哭臉那麼高 我怎麼可能會哭 可是 我真的沒有想到 阿公會不可能錄影片 其實 今天早上出門前 然後 我有跟阿公講了一下話 阿公跟我說 很抱歉 沒辦法去參加你的第一場生日音樂會 然後 因為阿公生病了 他說 怪自己沒辦法走路 沒辦法來現場看我 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阿公說 有一天你一定會到現場看我的演出的 然後 看到阿公對我笑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我就覺得 我今天一定會表現得很好 不會讓他失望 然後其實從 剛看影片之後有很多人就是 有很多新認識我的人 從以前就認識我的人 然後也有一些可能已經 離開不喜歡我的人 我覺得 真的很謝謝你們 很願意成為我的圍光 我的粉絲名叫圍光 很謝謝你們成為我的圍光 然後 一路上 陪我走到現在 過去很多事情 就是 經歷過很多事情 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 覺得自己很厲害是怎麼撐過來的 因為 後來仔細想想 我就是一個 死小孩 就是我想幹嘛 我就想幹嘛 就是誰也攔不住 然後很多事情 我都是把自己 就是自己去消化掉 因為我不想要把 不好的情緒帶給別人 所以 當時在 不在台灣的時候 在其他地方的時候 其實有快樂的時候 也有讓我學習到地方的 有讓我學習到的東西 但 就是我的狀態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 就是我從來都是一個 報喜不報憂的孩子 然後有一天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在韓國的街頭上 崩潰大哭 我跟媽媽說 我跟媽媽說 我真的撐不下去 我要怎麼辦 然後媽媽回了我去 回家吧孩子 媽媽永遠在你背後 所以一開始我回來的時候 媽媽很討厭 不是很討厭 就是很抗拒 我繼續走 繼續走 然後 這一條路 但真的最後 讓我遇到了很多 很好的機會 遇到我現在 金金恩姐姐們 然後 才能夠讓我今天 重新站上這個舞台 那 過去的事情 就讓它過去吧 因為現在是 重新看了新的 二十歲的我 那 希望你們也可以 繼續喜歡我 然後繼續支持我 那今天就是有看到 現場這些帥哥美女們 你們也可以支持 有喜歡呢 就記得去喜歡去支持 然後那個IG IG剛剛忘記放上去了 對不起 但是 晚上帶著你一個連結 我把那個影片發出來 放上IG 好 然後很謝謝你們 我想陪我 走到現在 然後今天也來我現場 就是 經我的 生日會 因為其實 當時在取粉絲名 微光的時候 有人跟我說 你的微光 就是那麼微弱 根本就沒有什麼 感覺啊 就是不夠澎湃 但我給他的 背後的意思是 其實 再小的光 都會聚成一把火 所以 今天 我覺得 我在現場 看到了 看到了火 這樣好像蠻奇怪的 謝謝你們 好 反正就是謝謝你們 今天來到我現場 成為我的微光 那 接下來要送給大家 這首歌 叫做 心口的微光 那 可以 麻煩大家幫我把手電筒 拿出來嗎